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5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了美日贸易协定 协定主要涵盖农业和工业产品的市场准入 以及数字贸易两个领域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一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白宫25号公开总统特朗普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7月25号通电话的文字记录 有关记录长达5页 显示特朗普反复要求泽连斯基跟其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和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合作调查 可能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拜登的儿子亨特 特朗普指拜登就任美国副总统时干涉干预乌克兰检察官调查亨特 令他感到很讨厌 通话记录曝光后 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西夫认为 事件比想象中更严重 而众院议长佩洛西就表示 记录表明了展开弹劾调查是有必要 总统特朗普谈劾调查中的关键人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回应记者提问 指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通话内容属私人和保密的性质 拒绝回应两人在这通电话中有没有谈及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以及要求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父子等 当记者追问想不想这次同特朗普通话的文本公开 泽连斯基只是简单回应说要拭目以待 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克利·姆金指出 在乌俄冲突中美国向来是乌克兰的重要盟友 担心这场风波使俄罗斯得意最终损害乌克兰 财政部25号公布新的与伊朗交易的个人及实体制裁名单 涉及5名中国个人与6家中国公司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 设施公司从伊朗转运石油 蓬佩奥表示这是新一轮向伊朗施压的制裁 他强调华府会加大力度 让其他国家知道与伊朗做生意的风险 摆脱与伊朗经济的联系 美国财政部指出 最新制裁针对中和石油有限公司 以及中原海运集团的两家子公司 但其母公司未被列入 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25号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 特朗普宣布两国达成第一阶段的新贸易协议 美国贸易代表署表示 协议包括农业及工业产品的市场准入 以及数字贸易 日本会马上撤销对美国的杏仁 甜玉米 西兰花等农产品的关税 美国则减少或撤销日本部分工业产品的关税 包括机床 蒸汽涡轮 自行车及乐器等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写了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 马州国会参议员沃伦的全美支持率 首度超过前副总统拜登 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民主党总统初选中的优势 在此之前沃伦已在几个出险关键州的民调中胜出 民调由昆尼皮亚克大学发起 27%的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独立人士表示 他们支持沃伦 25%的受访者则表示更青睐于前副总统拜登 尽管沃伦的优势在调查的误差范围之内 但自8月份公布的上一份 昆尼皮亚克大学全美民调以来 拜登的领先优势已经明显缩小 纳斯调查显示 他的支持率为32% 沃伦减为19% 最新民调呼应了最近公布的其他民调 即拜登和沃伦的支持率 逐渐与其他民主党竞争对手拉开差距 随着越来越多与电子烟相关的致死病例发生 以及电子烟受到来自联邦法规的经管 电子烟巨头朱尔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周三 朱尔公司宣布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伯恩斯辞职 他的工作将被前奥驰亚高管克鲁斯韦特接管 克鲁斯韦特曾是朱尔的主要投资者 烟草公司奥驰亚的首席增长官 奥驰亚集团去年以约13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朱尔35%的股份 朱尔周三还表示 公司目前新的营销策略为暂停所有电视 印刷和数字广告 并将停止一些游说工作 他们将致力于全力支持 并遵守与电子烟产品相关的任何联邦政策 根据非盈利组织凯瑟家庭基金会 周三发布的年度调查显示 雇主和雇员青年支付的保费都有所上涨 调查显示 雇主提供的家庭健保计划 2019年保费已经达到一年20576美元 涨幅5% 雇员需要承担的保费上涨8% 达到一年6015美元 在雇主提供的个人健保计划方面 2019年的保费也上涨了4% 达到7188美元 另一方面 员工的自付额也随之上涨 今年的平均额为1655美元 比去年多了80多美元 虽然这个数据没有包括 员工根本不需要付自付额的情况 但凯瑟家庭基金会同时指出 与10年前相比 需要付自付额的雇员多了20% 分析认为 随着医疗成本增加 雇主也在试图把更多的费用压力 转移到员工身上 这也就意味着更高的保费承担额 以及更高的供付额和自付额 随着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遭到袭击 以及石油供应减少 导致石油成本上涨的结果 旧金山的石油批发价格被推升至近7年来的最高水平 加州的驾车一组很可能很快就要迎来 每加轮汽油4美元的高价 根据AAA的数据 截至周三 旧金山平均油价升至每加轮3.94美元 而在洛杉矶长滩地区 周三的平均油价为3.84美元 加州的燃油价格通常是波动的 因为该州的排放标准更加严格 这使其燃油生产成本更高 此外 西海岸没有通过管道与墨西哥湾沿岸的大部分美国炼油厂相连 因此当地的炼油厂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燃料时 供应商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 才能从欧洲或亚洲进口 周三早上 联合国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汇集了36个国家的100多位联合国气候科学家的研究调查 发表了一份气候变化的最新报告 报告指出 全球海洋和高山以及人类也处于危险之中 报告评估了严峻的地球环境情况 并称由于气候变化 世界海洋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暖 而海洋温度升高的同时 海水酸性更强 这已导致海洋的生产能力降低 此外 冰川和冰盖的融化正在导致海平漫上升 而沿海的极端事件正日益严重 报告指出 由于过去和现在的温室气体排放 全球升温已经达到了比工业化前高出一度的水平 据压倒性的证据表明 这正在给生态系统和人类带来深远后果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PSTV 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